争议升级 德约感染后不戴口罩参加活动 铭记不负责任的小丑 北京时间1月9日消息 在德约科维奇身上 争议越来越多了 德约律师团队表示 世界第一在去年12月感染呈阳性 但是德约在感染后依旧不戴口罩出席活动 和孩子们打球 诸多媒体人表示 德约科维奇是不负责任的小丑 目前德约科维奇在澳大利亚处于软禁状态 他参加澳网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本来德约是澳网九冠王 今年打算冲击第十冠职业生涯 德约手握20个大满冠冠军 和费德勒纳达尔一样 德约律师表示 球员本人在去年12月16日感染呈阳性 但后来痊愈了 因此德约符合医疗豁免条件 可以不用打疫苗就去澳大利亚参赛 德约的律师是为了解救世界第一 但此言一出引发更大争议 原来去年12月16日德约出事 但在去年12月14日 德约参加活动时没有戴口罩 甚至在检测阳性的那一天 德约还在参加活动 第二天德约又去参加了颁奖仪式 在明知自己感染的情况下 德约依旧不戴口罩 和孩子们合影 一周后德约出现在公众场合 和孩子们一起打网球 现在诸多媒体人和记者指责德约 体育记者巴利姆表示 泰晤士报网球专家弗雷泽直言 本来德约科维奇获得了众多人的同情 但现在德约科维奇翻车了 即便如此 德约科维奇还是有支持者 目前德约仍被困在酒店里 但是外面很热闹 很多人不戴口罩 挥舞着塞尔维亚国旗 附近的草坪上 还有人支起了烧烤摊